大家好,我們是立場最強的團隊 我是林冠彥,我是張明德,我是凡西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平面國這本書籍 接下來這個是我們平面國的書籍 那平面國呢,不比書籍,失誼就是一個二維的世界 就是平面的,那接下來一動畫顯示的這些圖形呢 就代表了平面國的國民,就像正方形、圓形、三角形以及直線等等 這代表了不同的階級以及不同性別 那這本書呢是在二維的背景下面瞭解 那在故事的最後,球體帶著正方形到了地點世界 也拓展了這個正方形的視野 那我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可以到更高維度的世界去 那會插出什麼樣子的火花呢? 那在這之前,那我們在做研究或者是做探討 發現它的時候,我們先來對維度做淺淺的定義 那在數學中呢,可以將N個數組成的視列 是一個在N為世界中的位置 那在所有的點,組成的這個集合就是所謂的N為世界 也就是N為空間 那剛剛我們對維度進行了簡單的定義 可是這樣的定義其實還是有點抽象 那如果我們用視覺的角度來描寫的話 我們如果可以看見一個點,那它將被視為靈位的空間 如果我們通過那個點的直線 那它會構成一個一維度的空間 如果用兩個這樣互相垂直的一維度空間 它會構成像這本書所描寫的一個平面 那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中 在我們語言中把它描述成長、寬、高 或者是長度、寬度以及深度 那這三個維度,它就構成了三維世界 那就像大家所知道 這三個維度呢,是目前我們所已知的世界 但是最近科技發展的迅速 那讓我們人類必須要嘗試 往更高維度去做探討 那如果我們要對更高維度進行探討 我們是不是要從最接近我們的第四個維度著手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結學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取自一個科幻電影、心機效應 那這部電影的時間手其實是很複雜的 那這段呢,是 它的故事大意是講地球遭到破壞 那人類要往外太空尋找適合去做的地方 那這段影片是主角乘坐的太空船 穿越黑洞之後 它進入了一個由未來的人類所建構的五維度的空間 那這個片段是描述它在五維度空間中所看到的 這段就是它調入這個五維度在電影中被稱為超立方體的空間 然後這個片段其實描寫四維度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它嘗試要逃脫的過程中 它可以看到它的女兒小時候漸漸長大 以及現在長大成後的景象 代表在第四維度或者是更高維度的空間中 我們可以看見時間被呈現 就如我們剛剛所說 我們要從第四個維度進行左手探討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第四個維度代表的時間這樣一個說法 那我們一開始想到第四維度的時候 的確是抱持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們上網查了一下資料 發現第四個維度在數據上其實可以指的是 我們目前以這三個坐標軸之外 分別與這三個坐標軸垂直的另外一個坐標軸 那這個方向我們當然沒辦法用手來指出 以及我們身體的三維空間 那這邊右處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四維的超立方體 那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立方體從圖形的中間不斷轉出 在這個立方體它是四維空間 那它的每一條邊實際上都連接著三個立方體和三個正方形 只是因為我們處在三維世界中 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看出 那這會引發我們的疑惑 就是說第四個維度究竟是時間呢 或者是單純的一個坐標軸 那其實答案兩個有解釋 在四維世界中 從第四個維度可以是另外一個坐標軸 就是左下角這個老爺爺 那它所提出的相對論成立的前提之下呢 第四個維度同時也就是時間線 就如同剛剛所說 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探討三維世界 跟更高維世界之間的關聯 那我們將這些關係原則歸納上以下這兩點 第一維度是比它高一維度的其中一種可能的情況 那高維度是比它第一維所有可能的情況會集合 我們用前行一種語言來講 存在三維世界我們在這一瞬間可以看見一個時空的自己 可是四維世界它可以看見時間線 也就是說它可以看見現在過去以及未來的自己 可是它的時間線是單一方向的 但若是在五維度 它可以把四維度的人 從出生以來面臨的所有選擇的所有可能性都呈現出來 也就是說其實你有機會改變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更深層的問題 在本書介紹平面國的部分中 作者用了階級及性別這樣東西 作為對當時英國那個時代社會情況的部門 那在階級方面呢 平面國每個居民也就是幾何圖形 他們的顛數都代表他們的階級 那因為在階級制度下 很多不平等的對待下 所以終究釀成了一場革命 那有趣的是這場革命最後是以失敗收場的 所以這結果讓我們開始想 或許階級制度它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必要性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這場革命的結果是成功 而讓權力被掃握在人數最多的社會底層手上 這樣真的能夠改善當前的社會情況嗎 毫無疑問的我們的三維世界 是二維世界的高隱能存在 但即便如此 本書中許多社會問題在我們周到還是時常的發現 那作者用了簡單的平面集合 便描繪出了我們社會的藍圖 那也是帶給我們一種警惕 值得我們好好行思 那相信剛剛對於社會的討論 大家心中已經自由定論了 那無論如何這本書的想像 激發了我們對理想世界的衝擊 即使高危世界有可能是人類的空間感應 去除了解釋 我們還是希望它真的存在 畢竟或許我們都在有努力之中 將自己心目中理想世界的美貌 加入在一堆不同世界的想像 那最後是我們對本書中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無論科學或是數學 都需要經過一連串的思辨與論證 學理的推翻與建立所得到的結果 那在最後呢 正方系透過啟發 終於接受了全新的世界化 這是非常難能可歸的 如果我們也能勇於跳脫我們舊的方向 相信也能發現更多美好的事物 探索無限的可能 以上是我們對這本書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議員 我們請額布黃老師提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就是 你們剛剛比較聚焦在四、五、五、五 那我回到二支書內容 這本書在寫的次序 先是正方系統從二維開始 然後你去到一維再三維 你覺得作者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這要明解的是 正方險到達一維世界的時候 從布施中請求我們可以看到 他很努力的要說服 直線國國王館二維世界的概念 在直線國國王給我辦法接受的時候 他自己也是感到相當的 應該說感到腦裏挫折 但是台二界的一個對比 呈現出當球體試圖 傳播他三維世界的概念的時候 他也是同樣的台詞 我想作者藉由這一點非表達說 其實我們在面對到全新的事物的時候 一開始都應該是相當台詞而無法接受的 但是如果我們最終能夠接受全新的世界觀 並且開拓我們的視野的話 我們就能看到更高的世界 蘇東作者用直線代表女性 原型代表主教 你覺得作者這樣安排有什麼用意 如果我們把這個次序電倒過來 你覺得會不會屬集蘇東所要傳達的意難 我剛剛有說到 依照他的定義 就是編數越多 就是階級越高 那我們知道原型 基本上他是幾乎沒有編 但是在本書中他有特意提到 其實他們的原型不一定就是真的原型 有可能是好幾百好幾千條編 但是因為他們是有平面角度 是比較能看出來的 那對於直線來說他就是一個完全沒有編的 所以他在本書中可能就是要把 刻意弄成是完全沒有結起 而且在這本書的前面也提到 因為女性他是一條線 那從某個角度看來他就是一個點 那一個點在平面 在他們平面國的世界 很容易就是被忽略 那走路如果真的這樣撞到的話 這也就是被一個掙扎到 是非常殖民的 所以也被社會認為是不該存在的 所以這就是當時英國的情況 就是對女性的問題 好 那然後問他用 你要三角形 你覺得作者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階級比較低一點 因為 因為老公就像就是比較不能存在 就像剛剛這位 剛剛再次去講這個 因為他的角度越小 就像越像那個直線 因為這樣子的話就是 碰到就是比較致命的 比較不該存在 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子是 比較就是 人要三角形是比較適合的 我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他這本組有從客人表達的階級 那等到三角形 書中有講到 他會隨著角度的增加 逐漸去向正三角形 那才造成變數可以增加階級的提升 所以是有點類似像是 如果階級提升 會去向很多正多邊形 那看起來像是圓形的話 有點類似一個完美的存在 那還不是這樣強化 一個階級制度的概念 好 謝謝 可以很謝謝 自表最強條隊的回答 謝謝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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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